你和我的清晨时光正在热播 最新剧情中 丽智诚和林浅终于和好如初 林浅原谅了之前她的隐瞒 丽智诚也从未和她计较 相反的 因为这件事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在工作上也有了更多的默契 丽智诚虽然现在很霸道 不愿意放下身段主动向林浅表白 但是后期在雅姨和顾言之的强势助攻下 成功修成正果走入婚姻的殿堂 但是两人婚后的生活没有甜蜜如初 出了很多的岔子 两人结婚最为嫉妒的人是宁维凯 因为她在和艾达的战役中屡战屡败 被辛宝瑞董事会一致同意辞去了所有职务 她变得一无所有之后 对丽智诚非常嫉妒 她当然不能容忍林浅嫁给丽智诚了 宁维凯很清楚 林浅从来不是一个轻易放弃感情的人 于是她决定从丽智诚身上下手 她知道丽智诚和格雷斯的关系非常暧昧 于是她想使计策 让林浅相信丽智诚在婚后是一个沾花惹草的人 丽智诚的种种表现也让丽智感到怀疑 她慢慢地相信了宁维凯的话 于是两人感情出现了裂痕 三天一小吵 一收一大吵的状态持续了很久 宁维凯非常高兴 认为她可以掌控丽智诚和林浅的感情 却不想她已经跳进了丽智诚的圈套里 林浅和丽智诚早就识破了宁维凯的奸计 他们在外人面前表现得非常不和睦 但是这些都只是表演给宁维凯看看 丽智诚表面上看起来沾花惹草 对林浅的感情一点都不忠诚 但是背后的真相让人泪崩 她一直都怀疑害死哥哥丽智谦的人就是宁维凯 但是不想宁维凯诚服极深 根本就拿不出执政她的证据 于是她和林浅商量 利用宁维凯的计策让她自己露出马脚 才好一招制敌给死去的哥哥一个交代 各位观众千万不要误会哦 我们的霸道总裁绝对不会以情别恋爱上别人的 她的一生首相只有林浅一人 从不会改变